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你杀死他的 唐庆大害整个脸孔都绿了下来 李明霄道 算是吧 他其实是死于自己之手 而你我将亲自出手杀你 杀了鸾军号后还能杀我 这种话我会信吗 唐庆冷笑道 这里是你的幻术空间 随便变一个死尸出来 无非是想乱我的心神 当我跟你一样是雏鸟吗 李明霄道 随你怎么想 无所谓了 都不妨碍你今日的结局 他抬起手来 双指凝爵 身后那黑桶当中射出力芒 像是太阳花一般 一枚眉的血色符纹在四周旋绕 装神弄鬼 唐庆心中暗惊 但脸上还满是轻蔑 身影一闪便骑身向前 一掌之下笼罩一方天地 将李云霄和那月童尽数照在掌力之中 李云霄在那微压之下应声而退 双手不断在身前画圆 风云之力乍现 长袍在园里的激荡下 烈烈作响 风云有我 一朵彩云在掌心凝聚 骤然散发出五彩霞光 太古刚风绕在手臂上 凝成一股无匹之力 猛的迎着唐庆轰了过去 身后那巨大的魔童中 同人一转 所有血浮一下融合起来 尽数汇聚在李云霄身后 凝入他的掌法之内 砰 空间一片震荡 唐庆和李云霄两道身影 都被震飞出去 什么 你的力量 唐庆大害 虽然他身上有伤 但也绝不是一名八星五帝 能够抗衡的 李云霄面色不变 身后剑芒一闪 双手掐绝之下 顿时飞出漫天宝剑 击射而去 唐庆 暗纳住内心的震撼 脚下沉稳地踩着步伐 变得从未有过的谨慎 双拳飞舞 往那些剑上轰去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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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道北天寒星剑被击飞 四处寒光照影 李云霄手中 冷剑冰霜一闪 便飞升而来 笔直地削了下去 唐庆 不敢硬接那利剑 巧妙地避开 五指结印 点了过去 砰 一指点在剑身上 荡漾出清冷的光芒 将李云霄 震退数丈远 唐庆 也是眉头一皱 他的指尖 竟然感受到了 丝丝冷意 哼 李云霄横剑在身 左手掐绝 点在剑身上 当的一声 轻远悠扬 荡出无数波纹 周身一道道 青光乍线 整个人在剑影当中 截然独立 一剑 斩人 冷剑冰霜挥舞起来 巨大的剑影 在空中凝成 疏然斩下 漆黑的铜树 空间里 一道冰芡 唐庆 心中一惊 在那诡异的 同仁凝视下 自己浑身 说不出的不自在 每一下 原力运转 都仿佛受到了阻碍 而对方 则是越发神勇 加上那莫名的玄气 锋利程度 令人胆寒 此消彼长之下 说不定 真被他击败 也有可能 这个念头一起 顿时浑身发冷 再不敢有所保留 喝道 五魁 一道金光射起 在空中化成战甲 分别护住他身体要害 双手抓住纸盔 一片金光灵灵 唐庞 双手回掌 直接劈向剑芒 那道冰芡 竖然轰开 他身影一闪 从冰蓝之内冲出 栖身而上 他的优势是近身 贴住李云霄打 更是如鱼得水 好快呀 李云霄一惊 若非自己同树了得 几乎就看不清 对方的身影了 在那五魁的加持下 唐庆的实力 似乎往上提升了 一个层次 原本疲惫 衰弱的精神状态 也为之一扫而空 天回掌 一道金光 在他双手中化圆 疏然就暗了下去 整个空间 在掌力下旋转 无数灵气 尽数用来 全部汇聚其中 李云霄瞳孔著说 那巨大的魔童 也是闪烁出骇色 这一片空间 完全受他控制 里面的规则能量 一不例外 这也是他有把握 斩杀唐庆的依仗 但想不到唐庆 竟能为之所用 虽然还受到 极大的质固 却比自己预想的 要强大许多 李云霄注意到 他那五魁上 刻画了无数阵法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就和水仙的海神套装 异曲同工 金刚拳 来不及细想了 李云霄拉开架势 一拳轰了过去 砰 全静打在那掌风上 瞬间被轰散 他一条手臂上 衣袖粉碎 皮肤化成金色 无数符文涌起 显然是受到震荡 支持不住 唐静大笑道 幼稚 你的修为与我天地之别 岂敢硬抗 那天回掌尽 去尸不减 层层压下 击破李云霄 周身的地气防御 突然 一道金光冲起 他左手掐绝 整个人 画出法相金身 无数符文在身上流转 金刚拳 身后 四臂同灰 手中皆是手握金球 猛地震出道道拳风 四周一片金色的拳影 尽数轰在那掌势下 什么 唐静大惊 被眼前这法相吓了一跳 一道道 刚猛无匹的力量 横空而来 震得他双手直颤 砰 终于在一技猛击之下 他整个人被震了出去 身体连连后退 一剑斩天 李云霄面色冰冷 剑气撩起 寒光凛冽之下 天空疏然斩裂开来 哄 唐静所在之地 被一切两半 他腾空而起 闪过十丈之远 再次大吼一声冲了过来 若是被李云霄拉开了距离 那他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没用的 刚才都无法杀我 事实已经证明 你根本就杀不了我 李云霄冰冷的说道 眼中没有丝毫情感 清澈的双眸 一下变得浑浊起来 漠视苍生 那等待你的结局就只有一个了 只有死 其实你自己的内心也已经明白了 有何苦赋予抵抗呢 李云霄慢慢的扬起剑来 直指天际 上空 风云涌动 汇聚无数光芒 化成旋转的云海 其内涌出无数剑幅 三张面孔神色不一 口中念念有词 左手掐绝在身前 另外四臂张开 分别捏成不同的绝印 一道道的金光 从身上散开 在周围十丈内凝成气场 同时有雷光在里面琵琶闪动 这是 唐庆一惊 猛的停下了步子 这一片结界内 给他的感觉十分危险 贸然冲入 怕是有杀生之祸 他气得连连咬牙 怒道 李云霄 你杀我儿子 回我红月城的根基 我就是拼着一口气 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李云霄抬起眼帘 悠悠地说道 那你学习红月城 抢城主之位 多少人想要将你碎尸万段呢 唐庆怒笑道 强者为王 弱者为奴 本就是万古不变的规则 也是天道 你凭什么多管闲事 李云霄寒声说道 那你知不知道地老天荒里 江楚然是为了救我而死的 什么 唐庆一惊 有些恍惚的样子 喃喃地说道 难怪 难怪你这个刺头 一直都跟我作对 李云霄脸上杀意大胜 四周的气场 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情绪 变得更为凌厉起来 天上的云层内 剑幅涌动 慢慢演化开 整个天地间 一片剑气之海 不能输 绝不能输 唐庆的眼中闪过凝瑟 咬牙道 老夫 争雄一世 岂能败在 你这种黄毛小儿手里 他双手猛地掐绝 身上五窥 一下子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丹田处气静涌起 身体四周 化成一片气海 浩瀚伪力荡开 顿时将李云霄的剑之世界 撑出了一道真空 天空的魔童猛然一缩 露出亥色 竟然流下了一行血泪 李云霄惊道 你竟然引爆气海 唐庆脸色阴沉 身上的气息不断涌起 化作道道旋风击散 韩生说道 老夫一世枭雄 即便是死 也不会输 李云霄神色一领 眼中射出寒心 好 这才像个样子 这才有点天下霸主的气魄 本少便成全你 以我最强建议送你归西 作为给你勇气的嘉奖 成全我 狂妄无知的小儿 唐庆怒急返笑 丹田内的原力不断澎湃涌出 让他的力量瞬间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巅峰 一套掌法在身前翩翩施展 无数符文从四周空间里浮现出来 凝聚一身 会当绝顶 镇山河 一道惊天掌势在身前荡开 猛的拍去 无数剑符疏然爆裂 整个空间开始剧烈震荡 李云霄身体一转 剑花不断弹射出来 人剑如衣刺了下去 当 那宝剑刺在掌印上 竟然被弹了回来 整个身体震得连连后退 这么强 李云霄一惊 大喝道 剑决 斩妖 无穷剑一涌起 冷剑冰霜上传来鼓音震震 似乎有凶兽大吼 不断的压制着那一掌之威 还不够 他怒吼一声 身后四臂猛然掐绝 三十柄北天寒心剑 疏然结阵 齐刷刷的插在唐庆四周 泛起一片剑海 唐庆喝道 给我尽数爆开 他五指一握 那巨大的掌印 疏然碎裂 化作一片金色星云 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震得三十六剑 嗡嗡颤鸣 整个铜树空间不断瓦解 魔童当中鲜血直流 那些符文逐一破灭 突然 唐庆浑身一颤 在这紊乱的天地间 突然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只见那一片混乱中 慢慢地升起了一道剑芒 像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汇聚了全部的规则 我可以试试一下